元祺还是很强的 今天一位粉丝投稿 你得出元祺 大半个月满集了 速度还是挺快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元祺 这个队伍适合什么剧本 以及在什么环境里发挥最好 今天投稿的粉丝来自于 266伏 三海兔兔 元祺自从开放出来 就一直很强 最适合元祺的剧本有哪些呢 第一个剧本是寻熊歌剧 由于是六个势力混战 所以会很快开战 元祺在前期几乎是 八个班的存在 实际统一成型极快 天敌鼠香 石油统一还在苦苦的憋帅令营 元祺已经可以大杀四方了 第二个剧本天下针锋 南北对抗的剧本 赚到同样会很快打响 三海兔兔就是选择这个剧本 用元祺打出了很不错的战绩 贡献排名也达到了74名 兔兔用元祺也达到了地区排名第一 那么元祺的环境比较重要 现在的鼠香是热门阵容 很多玩家第一队都会出鼠香 如果自己所在的赛区 开局鼠香太多 建议还是不要煮元祺了 同样的道理 在一千之前的老服务器 滴滴出元祺要慎重 满红高红的鼠香遍地走 如果是两千之后的服务器 可以优先煮元祺 元祺打普通的白板队伍 基本就是掠杀 普通的服务器比较靠后 对战的阵容白板队伍很多 他这个高红的元祺就是横虫之状 当然元祺要想获得良好游戏体验 战法配置也同样重要 夏侯渊的战法一骑当千 若一现战是标配 曹操的战法 风之阵铁骑居齿 国家的战法 当风吹捷 虎豹骑 铁骑如果换取有困难 可以上骑骑良毛 横隔月马 这两个战法可以让国家携带 曹操带上风之阵和虎豹骑 至于当风吹捷 如果有队伍要抢用 可以换折冲义武 弯弓都可以 有粉丝问元祺可以带飞弓之阵吗 飞弓不属于速攻队友的战法 飞弓更适合的是 冠军枪 蹲蹲蹲等 中速菜刀队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涂涂的元祺 在天下针锋剧本里 大扎四方的战报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元祺依旧是强力队伍 确定好剧本后 开荒队伍可以用夏河渊 SP袁绍 张春华开荒 初期尽量多初期打架 充分利用前期暴大性优势 压制对手的发展 中后期可以改为碰瓷队伍 战功依旧会有不小的收获 那么再说个题外话 我非常欢迎各位粉丝来投稿 不论你的队伍是白板 或是马虹 只要你的队伍是有特色都可以 当然投稿也是有稿费的 还可以上电视的 一局两刀的事情码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那本期视频分享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